哈啰大家 今天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统策英文 因为学策英文其实有好几集 然后就收到一些高职声 问说Amy可不可以有统策英文的影片 这支影片呢 就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针对一般 我不知道能不能说一般 就是最普通部分科系要考的那一个统策英文 跟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今天是外语群的英文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讲解考点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很多人其实一直在纠结说 统策英文的单字量到底要背到多少 好这边的话我就直接跟大家归纳出来好了 如果我们说国中英文是2000到3500的话 因为有些国中生 起码我这边的学生很多都会背到高一的单字 统策的话差不多是落在4500到5000单啦 爱语群的话差不多是5500到7000 然后你还可以再背一点点多一的单字 我等一下会说 指考跟心智学是其实是一样 可以7000单嘛 统策的第一大题就是单字嘛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学策还是统策 单字题这种东西就是一翻两顿眼 你有背到就是有背到 你没背到就是没背到 你这种纠结也是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觉得第一大题呢 基本上就是看你背的状况 那第二大题的话是对话 对话的话呢你一定要全部都看得懂 不然你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啊 对话基本上他会涵盖 比如说一些片语或是一些生活的对话 生活对他这边我有归纳一些主题 比如说他就很常考用餐 就是那种定位的电话 或者是说我要取消定位的对话 很常考 再来的话看诊 比如说我约牙医 牙医真的超爱考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报物也是啊 买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要退货 退货一定要知道那个字是什么 再来就是也很像刚刚那个定位 就是用电话邀约 超爱考电话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超暴爱考 吵架跟生气 我归纳出来啦 真的很喜欢考啦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WH问局 所以这边呢 我列给你们生活对话 我觉得比较常考了一些资料 第三个部分就是综合测验 就是所谓克漏字嘛 克漏字的话我想要讲一下 一般的文法都考在这边 那会考什么文法呢 好只是听好哦 你们一定要厘清第一个 被动试 可是除了被动试之外 你还要知道Being跟Being 到底差在哪里 这个真的很常考 第二个常考的呢 就是起始句 就是说起始句好像很简单 对 但他还是会考 而且他有时候出成那种陷阱题 就还是会写错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起始句 就是不分 只要是英文考试 都很喜欢考的 就是关拜 考完了文法之后 就一定会考的那个东西 就是连接词 大家连接词 我这边归纳给你们 然后偶尔偶尔啦 就是如果那个对话题 没有考完的片语 是课漏自己会出现片语 等下就是从课本里面找 因为片语这个真的被补完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考什么 而且他考的 因为被的CP值很低 因为他只能就考一题 可是课本的片语超级多 列出常考的片语给你们 但就是一个参考 因为片语这个东西 真的是不一定会考 然后考也不一定是这些 为什么我这里有一个毛屑 好啦 那接下来我要来讲一下 外语群的英文啦 那我会建议你可以搭配 我之前的影片 也就是学测英文 每大题的解法来去看 因为其实你们考的东西跟学测也有一点像 然后解法我觉得 因为在之前的影片我提供的那些就是万能解法 有几个点我还是想要来讲一下非选题 我觉得非选题不管是中翻音或是音翻中 其实都还蛮重要的 特别讲一下中翻音 中翻音的话你们要切记 就是今天他写中文 然后你翻英文嘛对不对 那翻译题的话 其实基本上他扣分不会扣得很严 也就是说只要你的英文单字意思是match 他给的中文基本上就会给分 意思就是不一定要写出一个超爆难 然后你可能不一定会拼的单字 你才会有分数 没有 所以中翻音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那中翻音到底要怎么样翻得好呢 首先中文的话他就给你这么多的句子 你一定要去找几个关键 那些关键就是一定要翻出来的 如果没有翻会扣分 一定要翻出时间 时间非常的重要 再来的话大家会说好 那就是主词嘛还有名词 对这三个大家都翻出来的时候 就会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副词跟形容词 其实这两个才是很大的关键 有时候副词他给你考一个超难的 或是形容词他给你考一个超难拼的 那你如果没有写出这两个 他还是会被扣分 所以你只光写出主词跟受词 基本上根本就不够 所以你们一定要切记 这些都一定要翻 如果你说像是那种什么 许多啊很多啊这种的 不是说他不用翻 而是他就算你没有写出来 他可能扣分不会这么重 所以我刚刚举出的那些例子 是你一定要写出来的 其他的当然还是要写 没有懂我意思吗 如果是英番中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背到那个字的英文 其实基本上你会没有分数 但是我跟你们说 其实统策蛮喜欢考那种什么四字名词 考过什么打工度假啦 心肌群啦 食诗条 法律漏洞 内部资产等等之类的这种词 所以这种词呢我觉得你们如果在单字书上面有看到的话可以特地画起来 然后Reading就分成第一个的话他会给你图表 那个图表就是说明一些趋势或是他给你一个照片就是描述某一个时事之类的 那这个大题基本上呢他就会有两小题 再来的话就是短篇的文章 这篇文章他有时候会给一到两组 然后他的文体差不多都是信件啦 Email 公告或是讯息 外语群的也有这样子的题目 但是外语群的单字啊 我就觉得比较偏向多译一点点 他在前面讲推荐你们可以背一些多译单字 偏向一些商用的啦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可以背出蛮加分的 那这边列给你们就是比较常考的一些多译用的单字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真的有收到蛮多高职的学生跟我说 所以希望这一支短短的影片可以帮助到你们啦 然后我想要特别说一下 就是其实往年很多人都会问我说 高职的学生转考学测 或是高中的学生转考统测怎么样 我会觉得如果你今天是高职学生 你要考学测的话 需要蛮多时间然后消耗蛮多心力去准备学测的 其实在学校针对统测的英文课本 其实还是算是偏简单 但是学测其实单字量就会差蛮多的 针对高中生转考统测的话 应该会以考卫生护理类相关科系的学生为大宗 就是如果想要考药学系啊 或是护理系 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考统测 变成是一个备案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英文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你 那就这样子啰 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